哈哈哈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料料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田园世界 现在呢我是在我家的鸡栏里面 那我今天呢 要给鸡喂一些鸡粮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个鸡粮开箱 那今天的这个鸡粮并不是普通的那种鸡粮 而是一个叫做Block Block就是像一个砖头一样的 就是我现在放在这里的这一个鸡粮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打开来看看 这个鸡粮是怎么回事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鸡粮 是不是看的有点奇怪 它叫做Frog Block 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杂粮混合在一起的 其实我还没有用过像这样的鸡粮 这个是住在附近的朋友给买的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过来拿一些鸡蛋 所以他们经常会拿一些鸡粮啊 之类的过来 这个Frog Block鸡粮呢 它的成分还是挺丰富的 就它前面主要是一些杂粮 像血玉米 像血玉米 全麦 还有一些应该是 黄豆渣 然后 还有像 葵花枝 高粮 Oyster Shell 这些 都有 还有些维生素 所以它的材料 还是挺丰富的 其实要喂这个鸡粮呢 很简单 就是需要把它放到 离这个地面有些距离的地方就可以了 像我是放了一个这个Center Bar 在这里 我本来是想要把它放到这个上面的 但是 因为鸭子会吃不到 所以 我就把它放到了这里 好了 它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我没有拿刀 所以我只能够把它硬撕开吧 好了 我现在就已经把它打开了 看这些鸡就已经慢慢的过来了 好了 那今天的鸡粮开箱就到此结束了 看样子鸡应该还是蛮喜欢的 但是鸭 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敬请期待吧 They look like they are liking it Thank you Paula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养鸡养鸭 或者是建造鸡兰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 关于养鸡养鸭的视频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